人害自由者来侦办 复训之后预知两人醒回 限制住居 而罗姓主贤则是拒绝夜间侦训 失踪少女被藏在甲城密室 警方是直到第三度搜索才终于找到 仰赖少女发出的细微声响 另外罗姓主贤妻子删除通讯对话 不排除知情隐匿 目前暂时列为关系人 必须就是在建筑物上方加盖而成 也难怪警方在前两次的搜索都没能突破 而在第三次的时候才终于找到失踪少女 以及罗姓主贤 好 接下来关心了高雄14岁少女 失踪三天之后被巡获 警方是在逐东透天座的夹层密室找到她的 这栋房子呢 此时警方进入第三次才找到人 原因是因为密室设在天花板夹层 只有两瓶大 嫌犯呢还以铁链跟项圈控制少女的行动 不管少女的罗姓犯嫌呢 先前就曾经利用保全区经理的职位 在人力网站上找未成年少女下药侵犯 尽管罗姓犯心思缜密 故步一阵 把少女的手机夺走 让罗姓犯载着手机呢 在双北地区到处绕 但是要看到有一名网络上的PTT的前版主 他靠着些微的线索 还有手机电话 就破解了犯案手法 揪出罗姓主贤的行踪 并且协助警方待人 好了 欢迎天气了 梅沙台风今天持续往韩国的方向前进 对台湾的天气已经没有直接影响 而昨天晚上第10号台风海神也已经生成了 对台湾呢也是有一段距离 目前估计对台湾也是没有影响的 不要看到今天台湾的天气是新南风的影响 中南部有局部的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尤其要看到在南部的降雨几率高 容易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 在北部呢跟东半部是多云道行 到了中午过后呢 东北部跟大台北地区 还有其他地区的山区 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温度的方面看到了 南部呢跟昨天的温度是差不多了 高温大约32度 而其他地区呢都会比昨天来的热 高温可以来到34到36度 尤其呢看到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以及金门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 气象局也针对了10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 提醒大家今天要做好防晒 多喝一点水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了 好 再继续要带您关心到 警方在今天凌晨3点在新北的板桥区 被捕一名毒品充气犯 而他在警方盘查的过程当中 竟然是想要开车冲撞远警逃逸 幸好远警没有伤亡 男子也遭到压制 现场搜出了两把改造手枪 以及五包毒品 人性的记者蔡炳红 好 再来看到美国猪和牛呢 明年开放进口频频引发争议 卫福部所属的医院包括台中 桃园 基隆医院都相继发布 莱克多巴胺讯息 内容呢 不约而同 都像是在为美猪的食用安全来背书 有医护人就爆料 这些医院疑似呢 都遭到卫福部施压 但是卫福部衣服会执行长 王必胜反驳了 他说有发文给部立医院 宣达政府政策 不过没有逼迫或是向他们施压 说一定要发文 明依林杰良曾经呼吁过 心血管疾病患者 莱克多巴胺的摄取量 根本不用到中毒的程度 就会有死亡风险 能委会主委 陈吉祥上电视节目台 美猪开放 似乎也认了这样的说法 他表示慢性病患者 尽量吃台湾猪肉 而明年元旦呢 相关标示也要强制执行 明年究竟会开放多少美猪进口 陈吉祥现在也不敢保证 当长期最关切的美猪美牛议题之后 要达到台美擦前 双别贸易协定 BTA的目标 恐怕还得要面临更多美方的经贸压力 像是过去遭到质疑的营养午餐 开放鸡改食品 健保药价几乎透明性 禽肉农产品跟重机降税 外国人投资审查 改适和报备等呢 都是下个阶段 谈判摆上谈判桌工房的棘手一题 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 往年都会封接管制的基隆放水等游行 改成不封接车队肉进起伏 场面依旧是相当盛大 人生也记者杜允杰 语言发展法明定中央教育主管机关呢 应该在国民基本教育各阶段 将国家语言列为布定课程 教育部因此规划111学年开始呢 将本土语文纳为国高中的必修课程 不过课审会国中分组审议会呢 8月17号否决 将本土语文纳入国中布定课程 这也引起了支持本土语文人士的不满 发起活动要大家来告课审委员回发 有一年杨姓男子因为成名网路迁赌欠了50万元债务 没有想到因此惹祸上升 就在他准备要出门找债主商量还款之际 没有想到债主是早就埋伏在他的住家附近 用西瓜刀砍伤左手臂跟背部之后逃逸 咱一情形交给记者蔡炳红 古女神高嘉瑜又开唱了这次呢 她是惊喜的现身馆长的病房 高歌隐形的翅膀 但是唱到不要高音的部分时 这馆长的笑容变得有一点尴尬 网友就忍不住调侃了 该不会是伤口都要裂了吧 还说这就叫做劫后雨声 新闻市有一处社会住宅 在9月1号深夜突然间出现漏水的状况 让室内出现大量积水 住户只好总动员一起把积水给清除 但是漏水三个小时不间断 也让住户伤透脑筋 想起情形交给记者林秀怡 现在关心到了9月1号 交通大执法上路 尴尬的是交通部长林嘉龙 跟内政部长徐国勇 记者会上财宣布大执法上路 立刻呢就发生两车追撞意外 让现场一阵尴尬 另外警方针对五大重点开罚 包括了路口右转 必须要里让行人 得要保持三公尺以上距离 彰化警方光是一个上午 就开出了四百多张罚单 甚至有驾驶不满 怒抢警方作秀 民众可以提早规划 交通部高速公务局就宣布了 南下高层在管制往前提早一个小时 在上午的六点实施 新增国武封闭时定 平离南下入口半天 而另外开放路间杂道移控 国武机动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 以及主线移控 而收费措施呢 则是同样寄出单一费率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潮系统 差别费率每天呢零到五点呢是暂停收费的 但是中秋第四天收假日延长到十点钟结束 五个驻美代表小美琴今天接受媒体记者访问的时候 谈到了BTA 也就是台美双边贸易协定谈判 以及开放美著等议题 来听听她的最新说法 安倍晋三闪辞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 因为已经获得自民党内五个派系立体 预计将会在今天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另外自民党前監事长石破茂 也在昨天晚上已经先行宣布参选 菅义伟获得党内五大派系支持 包括最大的西田派 以及麻省派跟竹下派 使得菅义伟成为后安倍时代的大黑马 成为热门的安倍接班员 不过自民党前監事长石破茂 则是提前在一号宣布参选 自民党的总裁选举 目前请向九月八号公告 九月十四号进行选举 再关心到超夯电玩 动物森友会居然也能够结合防灾 九月一号是日本的防灾日 但是碰上疫情 很多的演习训练都取消 东京消防厅就利用 动物森友会里面的可爱角色 来示范防灾拍宝 推出一个月就吸引了三十五万人 订阅 宣布从八号开始开放我国商务人士入境 成为我国与外国政府相互放宽 尽管事宜达成协议的首例 充分显示日方对我方防疫的成效肯定 而且将会有助于恢复台日间商务往来 对重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交流具有指标性意义 而外交部也表示诚挚欢迎 影剧交等来关心到 艺人刘以豪要转换新身份了 即将发行EP的他 面对在众人面前开口唱歌 还是有点紧张 而发片记者会上不但突破自我开金嗓 还找来好朋友孟耿如助阵 不过这记者会的主持人刚好是孟耿如的老公黄子娇 看到孟耿如一上台就给刘以豪一个大大的拥抱 忍不住当场吃醋 也让台下的粉丝小凡 中局宣布台湾无限期停止出团 让很多民众很伤心 因为真的好想出国 虽然就有业者呢 可以让你模拟体验 开小飞机飞上空 一圆跳倒帽 还有的是直接把韩国的汉珍木 原汁原味搬来台湾 不但可以吃到汉珍木必吃的烤蛋 还可以喝韩国来的香蕉牛奶 控制方向不容易 坐上小飞机准备开始环抖模拟飞行 现在坐上轻航机 不过这并不是真正的轻航机小飞机啦 其实可以看到它上面有这个仪表板 还有这个操纵感 这些都是模拟的 所以相当逼真 环绕紧的感觉 其实眼睛盯久了 是真的会有点晕晕的 刚刚要起飞的时候 连飞机引擎声 风切声都模拟的微妙微笑 好久没坐飞机出国 来这体验还不错 可以自己一圆 跳岛梦 一飞盛空 台东东南山一览无遗 看到这灯塔 就知道飞到绿岛啦 暑假大家都想要出去玩 那尤其是说像家里有小朋友的 那他们就是家长压力很大 不知道怎么宣泄这个 就带他们过来 又是台湾玩不够 直接来一场力出国 也不错 我们现在换上了汉珍府 还绑上了这个羊角胶 在做汉珍孕之前 你可以在这边先喝韩国来的香蕉牛奶 甚至来吃韩国 做汉珍牧 必吃的烤蛋 是不是真的很有在韩国的感觉呢 不过 我们现在人其实是在台北 今天天气 南部的温度跟昨天差不多 高温大约32度 其他地区呢都会比昨天来的热 高温可以到34到36度 详细的天气资讯 要交给主播刘云秀 在关心高雄12号凌晨3点多 在林森路跟民生路口 发生计程车跟轿车的对撞车祸 双方车体都损坏严重 所幸没有人受伤 但是轿车的引擎盖上 居然留下了清楚的轮胎痕迹 让警方匪夷所思 到底这车祸是怎么造成的 详细情形要交给记者林秀仪 感谢你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